都说新疆是个好地方 不光风景迷人 特产也很诱人 所以今天我要带着我们班的孩子 一起为家乡的特产 设计一个自己喜欢的包装 来小朋友们 今天呢老师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的家乡有什么特产呢 葡萄干 非常棒 葡萄 可以看到包装就知道里面的葡萄干是什么颜色的呀 这是什么颜色的葡萄干 黑色 红色 红色的 红色的是不是 红色的 葡萄 好 她都盒放在土里 浇水 在浪空 想要的养药 你们也是几张羊 养药 可以 你拿我的一个 妈妈,你会贴我的 贴穿好,不幸福 嗯,可以 紧紧挨在一起的,宝宝 咱们这样子贴,咱们这样子贴上去 打车子好了 她们家乡特产的这个袋子呢,放到我们班里的小酒落 下次有客人老师来了,我们就可以送给她们了,好不好 好 现在请小朋友把自己的袋子摆到那一排 电子里面的那个桶,坐在那上面 希望孩子们能更多地了解家乡特产 同时也能锻炼她们的动手能力 你们真棒,大家都是小小的睡觉师 家乡丰富的特产,让孩子们都为其自豪 希望,这堂课可以在她们心里 拨下一个勤劳的小种子 长大之后,为家乡的发展 设计出一幅自己的蓝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